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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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奴婢遵命 这燕窝是贡品 是极为贵重的血烟 少掌月一定要说服百妃福下 以免抱点天物 也白费了本宫一片心意 音乐 奴婢遵命 少掌月是要见娘娘吗 是 请 娘娘 春华你怎么来了 这个是万贵妃特地让我送来的滋养补汤 是万贵妃让你送来的 夏和 你们先下去吧 是 跟我下去吧 是 娘娘 这汤你趁热喝了吧 我还一点都不饿 不过 既然是你拿来的 那我就趁热喝了吧 这倒不能喝 为什么 娘娘 以后 在宫中 无缘无故送进来的东西 是不能吃也不能捧的 可是 这个是你送来的 如果有问题的话 你也不会让我喝 我刚刚说的那些话 是说给外面人听的 你一定要记住 他日如果有人用我的名义送东西进来 你也不能吃 更不能喝 我知道 现在是非常关键的时候 一切 都要小心谨慎 有任何善事 龙衣就难保了 可是这汤 这汤 是万贵妃逼我送来的 我担心 她在这汤中下了药 想借我之手 谋害你腹中胎儿 不如 向太后禀报 这汤 这汤是我送过来的 经了我的手 就算汤中有任何义务 万贵妃 她还是可以推得一干二净 你说得对 她有可能还会烦咬你一口 所以太后那边 我们不易惊动 这汤 我待会拿出去倒了 一定要记得 所有吃的东西都要小心 我知道了 我先出去了 娘娘 少长月 本宫中午托你带给百飞的补汤 你送给百飞饮用了吗 回娘娘 奴婢把汤送到后 百飞娘娘说 她一天已经喝了不少的补汤 命奴婢放下 说待晚些时候再喝 那你没看着百飞饮用吗 回禀娘娘 奴婢把汤放下之后便离开了 不知贵妃娘娘 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事情 没有 只是这么自补的补汤 如果百飞没有喝下 真是浪费了 有劳少长月 被本宫走了这一趟 娘娘客气 没事了 你退下吧 是 应该是 腰 nasıl是 这 慢慢寻找 你 搞错 那个 又 是 肯定 我 还 我 你也认为这补汤中有毒吗 这 本宫怎么会做这种没头没脑的事 这一碗是儒甲包换的补汤 本宫只想用来试一试少春花 对本宫的忠诚 想不到他竟然奉阴为 娘娘英敏 音乐下单戏了一场 少春花再留在宫中 对本宫 真是百害未利呀 皇上来 不来 来 不来 皇上来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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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娘 茶都凉了 您还喝吗 不喝 拿下去 是 娘娘 快跟奴婢到御花园走走 没兴致 奴婢打听到 皇上去那边关鱼了 真的 现在娘娘有兴致了吧 瞧你这机灵鬼 你快看看本宫的妆容 需不需要整理整理啊 不用了 娘娘天生丽质 何需浓妆艳抹 你就会有嘴发声 快走 去御花园 是 娘娘 臣妾参见皇上 凌身 谢皇上 想不到今天在这儿见到 你也有如此养性的 皇上事务繁忙 臣妾只好自寻乐趣 抬请宫中的寂寞 今日朕的确有诸多要事 谢皇上 来 来 和朕 一起来喂鱼 你看 鱼儿有的绅士换上了 来 你看 好漂亮 是吧 是吧 给 你把尊色了 参见皇上 贤妃娘娘 平身 谢皇上 今天真是好日子 先与贤妃再与百妃 来 让朕与二位妃子 一同关于什么 来 白妃 你看这些鱼儿 游得多么悠然自然 小心 来 到这儿去 谢皇上 帝佩 你 你 知道这些是什么鱼吗 陈妻不知的 让朕来告诉你 这些名为井里 这些鱼呢 可都是 既固之鱼 原来是井里啊 是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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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www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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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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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谁干的 这是谁人所为 这是谁人所为 母后息怒 儿臣讲 可能是公众的下人 一时不小心 在这儿撒下菜脑油脂汁 刚好外妃进过 所以才会 就算如皇上所言 那个该死的奴才 也该把地上的油脂擦干净啊 皇上 这可是你的亲骨肉啊 你不心疼 你不伤心 可是是哀家 母后 儿臣当然信仰 当然伤心 但是 此事如何追究 查呀 查他的水落石出啊 哀家一定要把这件事 查得一清二楚 皇上 你不反对吧 儿臣怎敢 臣妾参见皇上 参见太后 臣妾听说百妃不幸跌倒 所以特意来问候 不知为何 皇上和太后再次徘徊 万妃 您消息真灵通啊 百妃一出事 你就知道了 回太后 臣妾入宫已久 甚至宫中生存之道 如果耳不明 目不聪的话 随时会招来祸害 如今这宫中 万妃可是毒大 你不害人 那已经是万幸了 谁还敢害你呀 太后实在太太去臣妾了 在后宫之中 全是人中容缝 绝顶美貌 绝顶聪明的人 比比皆是 争宠 争权 争利 争一口气的都有 稍欲不慎 别说像百妃一样跌倒 随时被人在背后 插几刀的事 也是司空见怪 臣妾 只是小心自保而已 美女 这儿没什么事 你要去她往百妃的话 那就会去 太后如没其他吩咐 臣妾先行告退 太后 你怎么样 皇上 我的脚好疼啊 是谁把这地弄得这么滑呀 皇上 你一定要查明是哪个奴才如此大 以加以惩罚呀 我后生在查此事 太后 您要为臣妾和百妃 严惩这个人呢 传妙太医 扶贵妃回宫 传妾太医 是 母后 儿臣先去看过贵妃商事 儿臣更美 我是 我是 父母 王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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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你 你 我 春花 孩子还是没有保重 我是不是还没用 娘娘不要这么说 我觉得 她会是个女孩 长得很可爱 每个人都喜欢她 我会把她抚养长大 我会用心 用尽全力地教她 疼她 不让她受半点委屈 长大以后 高高兴兴地嫁人 可是 可是我还是没有保住她 别想了 不想了 我知道 她会是个漂亮的姑娘 每个人都喜欢她 可是她找错了 她找了我这个没用的娘亲 娘娘 你相信我 你一定还会有孩子的 一定会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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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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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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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烧新之 watching 某些女的链子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后来 把这汤怎么处置的 我该怎么说 该怎么说 怎么回事 哀家问你 你为什么不说 你是不是有什么瞒着哀家 说呀 奴婢不敢 当时白妃真的因为吃饱了 所以喝不下 就叫奴婢把汤送回给万贵妃 不过奴婢不想奔波于两宫之间 便偷偷地把汤喝了 你把汤喝了吧 是 那你喝了汤 有什么不适吗 奴婢并无不适 知道了 退下吧 是 太后 孕月 周太后说要查明真相 是谁倒下油污 令百批小产一事有结果了吗 回娘娘 李上公和吴总管 已向所有宫女太监查问过 既无人承认也无人见证 后宫之内 怎么能事事查明真相 周太后真是太天真了 太后纯粹是想出口气 可怜了李上公和吴总管 白忙一场 帮忙一切 又公安 一切好 帮你 foods 护生肃的水 他只能收了希腊 我续接着 让他爬上去 婚放在机场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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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还未报 时机未到 哀家劝她 别得意得太早 是吗 太后今日召见臣妾 该不是想教导臣妾 学习古语有云之事吧 嗯 当然不是 哀 确有此事 太后时常教导臣妾要和其他妃威 相亲相爱 相敬如宾的 那当然好 可如果有人想借此机会加害龙翼 遗迹未成又出遗迹 那就非同小可了 太后您何出此言 难道怀疑臣妾的补堂中有何异物 哼 贵妃你心知肚明 幸好百妃早有警觉 没有喝下那些来历不明的东西 哎呀 臣妾只是一番好意 竟有太后怀疑 真是令臣妾无所适从 如果百妃早有怀疑 大可以把补堂尝到太后面前 叶鸣是否有毒啊 哎呀 你也知道百妃一向落弱 她要是早把事情告诉哀家 怎么会有今天的不幸 太后是否指这两件事有所关联 难道百妃小产是臣妾一手造成的吗 太后如果有真凭实据的话 大可以治臣妾的罪 但若无凭证 还请太后不要处处怀疑臣妾好吗 哀家告诉你 你的所作所为不是哀家一个人怀疑 要不然邵掌月怎么会把事情告诉哀家 百妃为什么会拒绝喝你的汤 万妃呀万妃 多行不义 必自毙 没人告发你并不等于你没有做过 你好自为之吧你 你不但不为本宫所有的 还想找太后告发本宫送汤一事 看来你是活得不耐烦了 只要这个妖妇万真儿在宫中一日 哀家的皇儿就难有子嗣啊 皇上也不知道喝了什么迷魂汤 宫中年轻貌美的家里大有人在 皇上怎么就偏偏喜欢她呢 你看着吧 要是哀家找到真凭实据 绝饶不了这个妖妇 可是邵掌月把补汤喝了也没什么异样 那太后怎么会说邵掌月对补汤也有怀疑呢 哎呀邵春华 她说了些什么话只有哀家和你知道 那个丫头前一阵子为前太后解困 这口气哀家还没咽下 就让她跟那个万真儿结怨正合我意 哦太后英明这样太后可以坐山观虎斗了 程华姐 小安子有什么事吗 你呀就是不能让人家安心 什么呀 还问你怎么能跟周太后说万贵妃曾送汤给白妃呢 你怎么知道 你别问了万贵妃是什么人你不知道吗 你还敢得罪她 又不是我有心挑起事端 是周太后宣我进宫问此事 我也说了汤我喝掉后并无异样了 是吗 那我听到的是周太后跟万贵妃说 是你怀疑汤内有毒才没让白妃喝的 怎么会这样呢 我不是这么说的 完了 现在我又成万贵妃的眼中盯了 春华姐 别难过了 我们在空中 地位连蚂蚁都不如 要想活命 只有处处小心了 我知道了 小安子谢谢你 你也要照顾好你自己 你手怎么了 没什么 没什么 我看看 怎么会伤成这样 这是怎么回事啊 昨天李公公当时喝醉了 被周太后发现 挨了几板子 李公公又说我替她买的酒不好 让她醉倒 打了我一顿 这些人就是这样 从来都不讲道理 总是胡乱找人撒气 没事的 我们这些人皮糙肉厚的 过两天就好了 怎么能这样 你看看皮都划破了 这一定要敷药才行的 不然很久好不了的 听话 一定要回去找药夫 嗯 谢谢女神万姐 只有你对的最好 你有一张油嘴 谁会对你不好啊 行了 你快去御药房 找美香姐 讨药敷上就好了 嗯 马上去 嗯 嗯 嗯 少掌月 你先下去吧 好 娘娘 我听张太医说 你身体好多了 你觉得怎么样 我所以做了一个梦 我梦见 有一个小姑娘 坐在我床边 她长得很漂亮 很可爱 我问她是谁 她说是我的皇儿 这梦有什么稀奇的 我也曾经梦见过 有个小女孩 冲着我叫奶奶 我一下就吓醒了 我知道你不要让我难过 可是 我一想到那个没有出生的孩子 我就 娘娘 你别担心 你还这么年轻 日后一定可以生很多的孩子 但是张太医说了 现在你把身体养好最重要 你不能每天都待在这个屋里 应该出去走走 晒下太阳 我帮你输好头 一会儿我们就去御园走走 好吗 我不去 我好累 我想去休息一会儿 越坦会越累的 我们去走走吧 我不去你别管我 你不能去 我好 爱 丰霍 对不起 您先回去 不知太医有何办法 为医者 病可以医 心不能医养 这是什么意思 百妃娘娘虽然身体虚弱 但大致已经康复 不过在下发觉 娘娘经此打击之后 了无生去 我是怕她自己不想好起来 张太医 无论如何 你都要想办法治好百妃娘娘 我说过了 病可以医 心不能医养 现在只希望 娘娘能自己想通透 找到生存下去的 乐趣和意义 少少爷 你们俩先回去 我跟夏合聊一聊 是 夏合 娘娘最近胃口怎么样 早上喝了一点米汤 晚饭冻都没冻过 我怕这样下去啊 娘娘撑不了多久 怎么办 我先去御山坊 嗯 我先去咬一下 你怎么能这样子 立刻呀 我先去咬一下 我先到一个大部分 也抓到 flower艺屋 咬一下 你忍你 了连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